難得今天這麼好天 當然要把握這個風惑日麗的天氣 所以今天就會去行大金鐘、岸屏和彎曲山 今天自己一個人走 所以目標很簡單 確保自己千萬不要走近釣手岩 或者走近馬尾隻就可以了 現在出發 唉 為什麼每次都是這樣的 拍片真的很難 剛才遊行安村出發 經過迴旋處之後 就沿著車路走上馬鞍山村道 其實只有一條路 只要有路走就是了 如果要去馬鞍山郊野公園 這個入口基本上都走不掉了 待會就會上到馬鞍山郊野公園和燒烤牆 再找路上山 其實上來大金鐘都一定時間 但是我都是有拖延性的人 如果我不夠熱誠的話 就不會去的 加上這條路有點悶 所以每次去那裡都要經過這個起點 就會有一點點卻步 恭喜自己用了七個字的時候 去到馬鞍山加樂徑這個位 現在就會繼續沿著車路走 其實今天的進度好像都不錯 如果不想走 都可以坐NR84穿巴 不過這班次就比較疏 所以就要預好時間 走了十個字之後 終於看到有些同行者 一個小時之後都還在走石屎路 恭喜自己終於開始進入泥路範圍 剛才經過一個溪的 所以石頭有點滑 我都差點滑 所以大家走的時候要小心點 我快要悶死之時 我突然發現 我眼前隱約看到有個涼亭 即是終於去到那個行山路的分叉口 上到來之後 我們就要選去岸平營地這個方向走 來到岸平就可以看到鼎鼎大名的這棵樹 其實我們前面就是大金鐘 但是由於太大霧被仙氣包圍著 所以今天就應該不會上去了 今天的日落時間是7點02分 現在是5點鐘 所以看看待會大霧會不會退一退 然後再看看會不會上大金鐘 再去彎曲山那邊看日落 現在基本上去到大金鐘的山腳了 但是呢 就可以看到眼前是一片蒙 絕對不是你的眼或鏡頭有問題 是真的那麼蒙的 其實前面有些什麼是完全看不到 也不知道山上有沒有人 所以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上去呢 即是一方面 就覺得要完成這個拍攝 不要再分成那天二出來 但是另一方面呢 其實上去都沒有東西看的 那你會怎麼選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看到下了大金鐘之後呢 有個地方叫做堅藝路 名字好像挺有堅名 所以現在就嘗試慢慢地走上山 即是覺得最多就是下山 即是這樣 最多這段片到時剪掉它 不要出街 現在這樣看是不是清了一點 好像是 唉 都不知道是靠近了還是真的清了一點 還有都不知道待會在彎曲山那邊下 如果真的下到的話 條路會是怎樣 突然之間看到有個標高處 然後頭在這裡 即是到頂了 嘩 剛才呢 到 一點點刺激啦 因為有些高級都挺高的 要抱 要抱著石 那幸好 自己也有玩過下頓石 好啦 這個 大金鐘標高處 然後它的四周圍是一片霧 什麼都看不到 不要緊啦 今天真的拍路線 好啦 現在呢 就離開大金鐘的標高處 慢慢走回落山 對頭就說走18分鐘 那應該不可能18分鐘 或以下會完成到 那就是希望 給個目標時幾半個小時 九個小時 嗯 是不是都要下的了 好像說下這邊呢 容易的 不止啦 好啦 小心點走 哇 軟崖邊緣 好像是 萬一有人有興趣 又大金鐘下回去 可以看一看條路 暫時都ok的 都是這些泥路而已 真的半個小時之後 現在下到山了 那這邊呢 下山的話 如果正常好些呢 應該十分鐘鬆一點都下到的了 因為之前看上網片 有人說說他 十分鐘左右就下了山了 那他在這邊下的原因呢 是他沒有信心在我上山那邊下的 那同樣其實我覺得 不論好無天都好 我都不是太大信心在我上山那邊下的 但是上山的時候 只要在那邊抓緊一些石頭呢 其實都ok的 經過一個這麼驚險的路程之後呢 現在就會沿著物理浩景這些樓梯走過去 堅毅路 即是彎曲山那邊的 那呢 剛才就知道原來有朋友今天在西貢那裡玩獨木舟 但是那邊就好鬼好天 所以我真的懷疑自己是不是進了結界 為什麼這裡可以大霧到這樣的呢 我真的不太明白 好啦 現在就在堅毅路彎曲山附近 那麼呢 周圍都是霧啦 那就放棄啦 因為呢 再向前走就是馬鞍頭啦 然後又來夜的啦 幸好保持警覺和保持清醒 現在呢 回到剛才樓梯那裡 就會沿著地下的紫士欄回去涼亭那裡 然後呢 希望有村巴可以快點走到啦 因為這裡真的有一點點舒服 而且每一次來呢 即是不論是冬天也好 夏天也好 要不就好大霧 要不就好焗 要不就好曬 要不就好曬 都不知為什麼 好像每次來都沒有好東西啦 除了2016年那時候 看到那隻好可愛的狗之外 所以這一頭呢 就不會那麼上理的啦 希望大家來的時候 都會遇到好天氣啦 有好的景啦 救命呀 好崩潰呀 我都不想這條片拍到這樣的 但是我看到這個樣子呢 好像就快到涼亭啦 然後還要走那些 因為石頭路 至於是線的 出去 再走一個小時的石屎路 才回馬安山 我也不想做怨婦的 但是 為什麼這樣呢 嚇死了 剛才真的以為自己入了結界 為什麼這裡這麼不好天 又沒有人 又這麼大霧 好像聽到有人說話的聲音 是不是可以有個盤一起走 好崩潰呀 我 看到有人呀 好啦 剛才那兩個人呢 他們在西貢走的 那我有一刻呢 是有想過 是不是要跟他在西貢走 但是由於以前試過在西貢走 然後記得走西貢走 都需要走山路那些的 所以就覺得 一旦衡量回自己住哪裡 怎樣搭車方便 都是決定自己一個因 在恆安那邊走的 那現在呢 沿著泥路走出去 先 我看到前面呢 有人的 那就是我應該不是在結界裡面啦 你看一下 天外面現在多漂亮 剛才我又見不到 so sad 哇 剛才又嚇死我 走一下突然之間 有一輛電單車經過啦 他啤啤啦 幸好我的袋呢 掛著了一頂白色帽 那他張燈呢 應該射到我 接著 見到那個 郊野公園的小敲場 都已經黑了啦 然後這裡沒有街燈啦 所以這裡是一個好福的地方 不論有沒有斌哥也好 這裡也好福 要來的話 就真的要好好天才好來啦 即是 今天是有一邊好天 另外一邊不好天 那我就拿了東西啦 現在 就繼續 盡快安全地這樣離開就算啦 救命啦 現在終於出去了馬路的地方啦 那就有回街燈的 現在是7點半左右 那剛才走下來的時候 沿途當然是沒有人啦 偶爾有些車經過 包括有電單車 貨櫃車 還有私家車 那真是幸運他們見到我啦 然後呢 剛才我一邊走一邊想 不同的東西啦 所以譬如 自己一個人在城市 可能都還可以處理到的 但是當自己一個人在郊外的時候呢 其實真的是害怕啦 幸好有電話啦 有音樂播著啦 但是去到一些圍 當收不到網絡 沒有播播的時候呢 其實都有點害怕 有點不知所措 可能因為 一來那個環境只有自己 第二呢 就是眼前什麼都見不到啦 那麼可想像 如果一個人 他是盲了的 或者他是濃了的 那當然可能你說 他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所以他不會知道 聽到東西 或者看到東西的世界是怎樣 但是 反過來來說 如果有個人 他是 本身正常 後來失衝 或者 後來 慢了 可想像那個恐懼 還有 那些寂寞啊 情緒 是多麼難去應付 所以剛才就有少少反思啦 還有一直都想走快點 因為想快點離開這個 令我這麼不安 和這麼害怕的環境 那面對著之後的事情 就是比如是 工作上的轉變 或者社會上的轉變 其實是彷徨的 但是 有時候又會覺得自己都 那麼忙碌於 維持自己日常生活 甚至生存的時候 根本是 沒有那麼多luxury去 去想將來的事 或者想太多 那所以 唉 我都不知道 現在 出去有光的地方 人是比較安定的 但是 我覺得都是一些 值得思考的議題 因為在行山的時候 可能你只是很專注於 你眼前的東西 可能你只是 想保住自己 安全啦 最多可能拍下一些美照 那之後的東西 不會想太多 但是當你抽離了之後 腦袋就會開始想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 人的情緒就會開始 有點不穩定 那所以 這個就是 今天走完大金鐘 所想到的東西 在畫面上其實 footage 都夠的 路線都大概看到 只不過是沒有風景 但是 有鑑於每次來都沒有好東西 還有 我想 我短期內的 內心都 不能夠支持我 再來多一次這一頭 那所以 就應該不會有第二天拍攝啦 那有時候 人生拍攝啊 或者做事都是 失敗的啦 那所以 這條片會照展的 會照出的 那就希望大家 都可以有些 對自己人生的反思啦 小聲說先 因為都不應該在這裏出現的 雖然是居屋 那 剛才就發現 有些人走了出來 然後 看一看地圖 就知道原來是 那麥英園來的 那麥英園呢 是有巴士可以走的 那所以 與其走回到恆安 我就在這裏走算啦 那但是剛才呢 有一棵 榕樹 跟著那些鬍子呢 全部倒下來 嚇到我很害怕 我有一刻在想 我應不應該因為 避開那棵樹 繼續走來恆安 還是 我忍了幾秒 我衝了它 好呢 那最後 我是 有多低 烏度多低 衝了它 真的很害怕 那所以 那所以 得密的反思 就是 Stay on the alert 要知道自己在那邊 在做什麼 以及 控制自己的情緒 即使你很崩潰也好 你都必須要控制你的情緒 我剛才走到是 有點想哭的 但是我知道 如果 我被我的情緒影響到的話 那就會更加大禍 所以 情緒管理是 很重要的一環 好啦 真的完了